玉枝方这个玉是写笔用笔的意思 那以前我是写毛笔 本来想说玉枝方是要回来这边教小朋友写毛笔 那阴错阳错就进来这边做文创 所以这个是我老师他帮我提名的玉枝方 对 我刚刚有看到 我老师杨嘉玲 他就写中正纪念堂那个大宗自证 那是个字实他写 请问一下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议员 去找到这么好的老师 我真的也是真的很幸福 可是我好朋友 他本来就有跟我杨老师有写书法 对 习字 那所以他现在已经高龄92岁了 那之前都有第一次刚好有帮杨老师出书 对 他这医生来好像第一次办展览 跟出这个他的莫保专辑 刚好我很荣幸有参与 那你怎么样从这个写字来转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创作 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说一下 是 因为我刚好喜欢每个东西 之前的工作是在台北市贸中心办展案做企划做广告的 那我决定要退休就是这个工作我做了25年了 所以那时候毅然就想说我要规划一个我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我不要做了有那种倦怠感 那才回到我熟悉的家乡来 对 那刚好这边工作要做文创 那就参加这个评比 那就进来 刚好有机会参与 对 是是是 非常高兴认识你 也看到您的转型的成功 谢谢 那非常的 我们已经没时间再 是 我很荣幸很谢谢你们 是是是 希望你红图大赞 好 谢谢 好 拜拜 谢谢你欣赛